你休息一下下就開始工作嘛 然後回來也是休息一下下 然後也開始工作 就還沒有時間感受到時差 但我覺得反而 因為很多時候我覺得去歐洲 我都跳好久 剛剛好像它是一半的時間 有點太多 要想去多久 前後加起來就五天 兩天在坐飛機 四號那個秀嘛 然後怕有一天空的 然後就到處坐坐 因為剛好巴黎有朋友就沒見 他就帶我們去走啊 吃東西啊 去他們家坐一坐 然後隔天一大就飛回來了 這一次好像是時隔班長 就開始工作了 對 有差不多六年吧 上一次是2018年 然後也是去看網泰的秀 然後正好參加我那個好朋友的婚禮 然後看網泰的秀 然後這一次就是 六年之後再回去 還是看網泰的秀 滿開心的 就時間太短了 不能多留一些時間 有沒有什麼看秀心中的 好朋友 我就說我覺得這一次的那個 下次的那衣服非常好看 因為它就是 因為是秋冬的秀嘛 顏色很沉 可是它顏色暗得來呢 又不會很無聊 不是很沉悶的 因為它有很多的那些 有點像水墨化的東西 然後還有包括它的招牌的一些刺繡 然後還有它的 這一次有一系列的紫色的系列 我覺得非常好看 然後它也有一系列是屬於比較稍微亮片 然後有點運動 有點disco的那個系列 反正我覺得很活潑 嗯 剛好就是過兩天也是白色金人節 有沒有想說就是可以跟老公一起 就是到特賣會買一些東西 然後順便請他買單 你知道嗎 沒有想過 沒有想過 我反而會看看有沒有什麼 衣服可以送我媽媽 因為我媽媽下個月生日了 就算好選一下那個生日禮物送媽媽 對 現在好會過金人節這種浪漫節 沒有特別耶 剛好今年是那個我們都在過年啊 初五對不對 對 就沒有特別去想到這一塊 過兩天是白色情人節 我有想說可以補過 白色情人節 我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那個 感覺 嗯 曾經說過什麼禮物比較影響深刻的 或是老公送的 花 花 只是隨便收到花在那邊 對因為它蠻少會送花的 所以它有時候送一 一朵花 都覺得還蠻開心的 一枝 一枝 一枝花 這樣子 嗯 都覺得欸 還蠻浪漫的這樣 嗯 對啊 因為就是做一些可能你 平常不會做的事情 然後對方就會感受到那個 很特別的感覺 嗯 因為你平常對就是夏季的認識 你覺得在逛特門會的時候 有什麼東西是你覺得特別值得去挖抱的嗎 外套 嗯 我喜歡他們的就是有點 其實像我這樣子的衣服 然後它是可以當成外套穿的 然後比較厚的 然後還有一些 嗯 那種 小洋裝的那感覺 因為我媽媽也蠻喜歡穿夏季的衣服 所以我每次都會 反正都有看到都會選給她 嗯 對啊 而且我覺得夏季的衣服穿起來就是 就是很優雅 嗯 然後 會讓那個 女性顯得非常地有氣質 呵呵呵 所以你已經有收藏很多夏季的 有一點 都是之前王太送我的 嗯 對還有 她過年的時候也都會 做那種 小旗袍 然後我旗袍的那種 棉袍啦 送給女兒 就每一次都有留下來 嗯 對啊